刚刚讲到你要发红包或抢红包的话 一定要先去注册e卡通的这个开通 所以呢 因为这个e卡通是LinePay去绑定的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的人 赶快去注册 在这边有说明 看一下这边的说明 这个说明是去年2018年9月3号就已经有公开的 立即透过LinePay注册e卡通的用户 可以享有LinePay就OK 轻松生活 简单讲 一卡通你就把它想像成一张信用卡 只是一张金融卡 从一卡通里面去扣款 除值扣款这样 一种数位货币 你就不用领现金了 然后你手机上面有LinePay 就用LinePay去刷个BB 扫码一下你就付钱付出去很方便 还有你要转账给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也是用LinePay 你就可以互相转账 你就不用像传统还要拿 用ATM去转账很麻烦 好现在看一下 iOS的手机必须更新到8.12以上 iOS版本需为9.0以上 Line必须更新到8.12 然后iOS本身必须9.0以上 安卓手机必须把Line更新到8.13.3以上 安卓的OS版本必须要4.4以上 因为这是去年的说明了 所以你今年的手机应该都已经更新到了 如果不行的话 你再去看一下你的版本是不是没有符合 然后安卓的手机原厂浏览器 请更新到最新版本 确认JavaScript为开启状态 一般预设都是有开的啦 为了确保注册流程顺畅 请在稳定的网络环境中 对就是你的网络不要断掉 准备好你是什么东西 身份证信用卡 还有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 好开始进入LinePay的主页面 点击上面注册一卡通的图片 这边一卡通的图片 然后点击注册一卡通的账户 这边一卡通注册 同意各项条款 这边绿色的这个本来是灰色的 记得都把它勾起来就会变绿色的 然后才会出现下一步这个按钮 点下一步之后 就是建立一卡通登录的ID 想一组以后用来登录账号的ID ID就是账号的名称 你自己用用这个6到12个字的英文或数字 英文跟数字放在一起是OK的 注册完之后不能修改 所以你尽量用小写的英文加数字 不要忘记 ID不可重复先抢先赢 所以全世界人都在注册一卡通的ID 所以你先用了 譬如说你用了SAM SAM别人就不能用这个SAM 他可能要用成SAM2019之类的 好 第五个验证手机号码 点击这里才能传送验证码 就是他要看你的手机是不是你自己的 好 所以这边按传送验证码 他就会发简讯到你的手机 然后你要在这一个栏尾里面输入 你手机收到的那一个验证码 输入之后呢 才去按这一个下一步 好 第六个验证身份证 使用扫描功能要记得检查扫描的结果 扫描身份证的时候要避免反光 这边有一个相机 点击这个相机之后 就可以去扫你的身份证 身份证拿出来拍一下你的身份证 然后这边都要拍清楚哦 那他就会自动把拍到的自动辨识完 然后把它填进去 很方便你就不用自己再填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下一步就变成绿色的按钮 就点下一步 再来就是金融的验证 请参考下方可验证的信用卡 及银行账户列表 这边选择验证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信用卡 一种是银行账户 所以你至少要有一种哦 第八个设定密码 大功告成好 设定完你的密码 因为这个以后你要消费 或者是要使用LiPad的功能的时候 他都会叫你输入密码 所以这个密码 就好像你提管机要的密码 意思是一样 所以这个一定要设定密码 那这边有一个使用Touch ID 就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我的手机 我可以不要输 你要输入密码 然后他绑定你的指纹 然后就点击一下 我就可以不用按密码 就直接用指纹去通关这样 好 可以金融验证的信用卡 及银行账户如下 以下32间银行的实体信用卡 都可以使用 包含VisaMaster JCP 可执行金融的验证 中国信托兆峰国泰四华玉山 联邦银行 上海银行 永丰银行 台北富邦 远东 你自己看一下 就是这几家 如果你没有的话就不行 虚拟卡和签帐金融卡不适用 以下36间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 可执行金融验证 也就是说 就算你没有信用卡的话 你去绑定你的银行 他就从你的银行扣款 除值到一卡通的时候 他会直接从这个银行提款进来 所以有36间银行是有资源的 这36间自己看一下 台湾银行 合作金库第一商业 看一下至少你一定会有邮局吧 反正就是这些银行都有资源 这样子就可以绑定了 就是要买信用卡 要买银行账户你要绑定 这样他就算没有信用卡 他也会有银行账户 去开个户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一般学生也可以用的 没有信用卡的人也可以用 LiPay一卡通账户上线优惠 这是之前的 好这边注册完送限量版LiPay联名卡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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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不晓得这个可能已经过了吧 这因为这已经是去年的新闻了 好了 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注册完一卡通了 注册完了 可是注册完之后 你里面没有钱啊 没有钱怎么办 你要去除值 所以除值的时候看一下他这个官方影片 我昨天跟第一次界面的网友吃饭 忘记带钱包 还让他垫钱 超准的 你还没把钱 除值在LiPay卡通账户吗 超简单的 我教你 打开LiPay 点选除值 选择连结的银行账户 输入金额 再输入密码 钱就除值进LiPay卡通账户了 快把钱赖给他吧 但如果忘记要除值怎么办啊 别担心 你可以设定自动除值啊 点选除值 然后选自动除值 开启功能 选择想要连结的银行账户 再输入自动除值的条件就OK咯 哇 这真是懒人救星耶 不过钱都应该是有助有出的 想转出的话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 点选LiPay主页下方的设定 选择提领 和提领用银行账户 输入提领金额 就完成了 一直LiPay 这样够简单吧 是不是都了解了呢 好现在就可以开始使用发红包的功能咯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群组里面 里面有21个人 然后呢我就点击一下这个加号 这是iPhone手机 你安卓的话应该在上面吧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红包的功能 这就是新的功能 点击一下这个红包的功能 他就会跳出来 然后他就他会先去查询 你那个群组里面有几个人 有注册这个LiPay绑定一卡通 然后按一下像我刚刚是用Touch ID 所以我按一下指纹辨识 我就不用输入密码 好然后他就会跳出来说 好友总数20个人 有使用一卡通的用户总共有6个人 所以我这边就输入一下 比如说我输入 假设我这边输入10块钱 然后红包的数量呢 我就这边就可以拖啦 我这边可以拖 点击一下这个红包 然后他这边就红色的 我这边就可以拖曳 拖到最多是6个人 因为里面就只有6个人是有绑定一卡通嘛 所以这边就按完成 好这边点击发红包 然后按要将上述总金额 以随机分配的方式放入6个红包内 并发送给好友吗 按发红包就可以了 随机的意思就是说 有的人可能会零到1块 有的人可能会零到2块钱 不一定 这是随机的 然后按发红包 点击发红包之后呢 他就开始 又要再一次输入密码 我再用Touch ID 再点击一次 讀取中 OK 好红包已经发出了 然后按一下确定 好这样就完毕了 我把它按XX 好你看 这样就已经送出去了 那如果有人去领到红包的话 你可以查看这个红包状态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 目前他们都还没有打开 那我去看一下我的其他群组 查看一下红包状态 点击一下 已经有6个人领到红包了 你看有的人领4块 有的人领2块 有的人领1块 这个就是随机发放的 总共发出去22个红包 因为刚刚那个90几个人群组里面 只有22个人 他们有 他们有绑定一卡通 所以为什么LINE 现在会推这个活动 就是让发红包的人 本身也可以抽到这个点数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推广 这个大家去绑定一卡通 OK 所以这个就是发送红包的功能 好那当我的红包发出去 有人抢到红包之后呢 那我有什么好处呢 我看一下这个LINE LINE配的提醒这边 他发过来的就是这个 好然后我就可以去开启红包 这个就是惊喜包 就是发红包的人 本身会收到这个LINE配官方 发过来的讯息 然后就把它点开红包 点开 然后就可以去查看红包 点开看一下 这次没中奖 下次会更好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中 只要有人领了我的红包 LINE配官方就会发一个 这个惊喜红包给我 所以我每个都要把它点开 我每个都要点开 查看红包 好这个也没中 所以这个并不是每个都会中 好这个也把它点开看一下 查看红包 好这个也没中 好再看上面这个 开启红包 8点中了 好 查看红包中奖记录 好每一个你都要点开 2月15号之前每个都点开 目前我总共收集了32个点 12344832 一个红包 一个惊喜红包 他给我8个点 就是有中的 其实已经有好几十个人拿了我的红包了 可是我都没有 我的 LINE配官方给我的惊喜红包里面 目前只有4个有中8点的 所以我目前加起有32点 好 这样就是发红包的方式 还有发出去的人 他可以得到官方寄过来的 发送过来的这个惊喜红包的方法 好那到底如何用发红包的功能去做行销呢 很简单啊 譬如说我们现在去成立一个群组 然后你去发送讯息 到处去FBI 或者是到处去贴章类讯息 就说 我们现在来建立一个群 因为LINE群最多个500个人嘛 对不对 然后请你们赶快把你们 请把好友 拉入这个群里面来 我们今天晚上8点要来发红包 那如果你对什么什么什么主题有兴趣的人呢 请你加入这个群 然后我们就来发红包 那以后呢 如果这个群里面呢 有固定的活动啊 那因为你们对这个群的讯息是有兴趣的 譬如说我都讲网络行销 你们对网络行销这个群组是有兴趣的 你们就加入我的群 那你们去就请亲朋好友进来加入我的群 我每个固定的时间我就会发个红包 让你们不要随便退出这个群 这样就是让客户的黏着度更强 这个就是目前LINE发红包的其中一个行销的用法 那当然还有更多用法 你自己发挥想象力 融合贯通去活用它 OK 祝你行销顺利 我是刘海爸 下次再见 拜拜